今年度第二次召开的戏指区里长联系汇报 把好笑在公所11楼礼堂举行 与会的个礼里长是提出了许多建言 其中路不平水沟不通还有路灯不亮等等 但是最令里长不满的是 反应了几次都没有改善不打紧 上头的回复状况却写着解除列管 里长们无法认同 在这场三个月召开一次的里长联系汇报中 当天包括立委还有议员服务处警分局 公所客室主管都列席参加 而今年第二次召开里长们也几乎到期 并且一一的提出建言 其中路不平水沟不通 却反应好几次依旧没有下文 以起里长不满 但这还没完一样是反应好几次的问题 没有下文不打紧 在这本里长联系汇报 上次开会处理状况上 有许多项目都是圈选解除列管 几位里长很不满 因为明明都还没有改善 怎么解除列管 里长们无法认同 长青里的里长就说 自癌水是民生用水 现在用水出问题 反应的没解决 上头却写 解除列管 像我们这列管 不要动不动就解除解禁 我认为说公文来就解禁 这样很不合逻读 像我那边跟你沉寝自癌水的问题 第一个PHO4.2就已经 很酸了不能喝 再来你说水利署给我评估 不符合经济效益 我认为是应该说 有一些公文在解除列管 还是说磁系列管 自行列管 我相信你点那些 稍微追踪一下 不要动不动 你开篷就解释列管 这样比较不合逻 这个土耳门可能不知道 因为我有提起 我们以来的建设 到我们前 如果有材权的顧问都有 但是到我们前一些问题 都还没有办法完成 287281的战场 希望说能够设置火车艇 结果有答复了 但是是含请台北市公共运输处 协助评估可行性 那这个处理情形我是满意的 但是针对这个状态我是不满意的 因为既然是含请台北市公共运输处 协助评估可行性 那但是在状态上竟然是解除列管 那我请问一下解除列管又是怎么办 是由里长自行来列管啊 中山里也是同样问题 上次反映的就有两项遇到同样情况 而针对里长们提出的公所表示 因为目前处理都已经告一段落 才会签选解除列管 不过如果里长认为得要再处理 会再协助行为相关单位 另外针对当天各里里长提出的里内建言问题 相关单位也做了记录 将做后续处理改善 九成慧林细致采访报道